其实说起,宋小宝想必大家都看过他的一些作品,而真正让他活起来的,则是在一年与他的师傅赵本山一起在辽民卫视的春节莲花板,会当中出演的小品相声,从此走红女网络,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独特的作品, 使得人们对于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更是在2015年所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真人秀欢乐喜剧人,在里面所出演的一些小鞋,更是让观众们看得津津柔味,而正是他的一些表情特别的丰富,使得在当时对于宋小宝的表情包,可谓是非常的红火。 虽然宋小宝的颜值不怎么样,但是对于他的才华大家都是非常的认可,并且只要有他的小品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观看的,因为他的小品基本上都是一些高质量,并且非常的搞笑。 而在走红后的宋小宝,也并没有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反而是更专注于喜剧演员这一行列。 并且在2017年,更是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喜剧总动员第二季,并且在里面成为了节目当中的常驻队长。 虽然在事业上宋小宝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在感情上却是一堂糊涂,在走红后不久,便与自己的妻子霍小红正式宣布,离婚结束了这长达七年的感情。 毕竟有俗话讲七年之痒,显然两人并没有度过这一说法,然而在离婚后不久,宋小宝便与自己的粉丝王雪集为夫妻,并且还生了一个特别可爱的龙凤台。 可以说如今的宋小宝,不仅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并且在感情上也是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虽然有些人对于郭小红这个陪着宋小宝一起度过最艰难时刻的女人感到一丝不解,但是这个世界当中的当事人在当时并没有多说些什么,我们也不好多说, 只能说可惜两个人的缘分并不够,不管如何还是希望两人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必然也懂得了许多的道理,相反的肯定也会失去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毕竟事事无常,谁也不能保证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大家对于小编今天所讲的这件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或者也可以补充一下自己的空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